由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、国立清华大学、西班牙巴塞罗纳大学及塞维亚大学所组成的研究团队 在台湾奖金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讲述下 于菲律宾圣多马斯大学档案馆中 寻获了一份距今约400年厚达千页近2万字词的漳州话词汇 透过手稿中的拼音符号 可以一窥当时闽南人的长眠生活 清大历史系副教授李玉中表示 透过这两位多个词汇 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当时闽南人他们经常生活上 他用什么词 他怎么说话 甚至他当时有什么风俗 甚至他们吃些什么东西 当时的动物或者一些昆虫怎么叫 例如台湾的毒蛇青竹丝 在手稿中写成竹系蛇 今日的喜门封一词 400年前的闽南人就已经在使用 但当时是偏重道德的观念 现代则是做错事要来道歉 意义不太一样 又如根据日人的统计 从大陆来到台湾的泉州人比漳州人还要多 但现在的台湾闽南人当中 却有70%到80%是讲漳州话 与过去的理解可能有所差别 中研院台史所所长谢国欣指出 透过像这样的材料 我们会知道更早的时期就有这些词 这些词跟我们后来以为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 历史的错误或者误解 常常是一带一带一直累积的 那这样的材料的价值 就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去回顾跟了解 真正台湾移民还有语言文化 从福建到台湾 这整个历程的变化 这本张州话词汇 是当时西班牙人为了前往福建传教 所编转的西班牙语和闽南语对照的书籍 堪称是本世纪明代闽南话史料最重要的发现 也是第一次将台湾称呼为北港的西班牙史料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